大家好,我是DJ阿周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这次影片是教各位如何自由行从上海普通机场搭机回台湾的一个过程 那你从市区搭地铁抵达普通机场之后 就会很明确的看到一些指标 就跟着指标走就对了 下地铁站之后 我们现在准备往第一行向 好方向 要回台湾了 那他们这边呢 从地铁站之后 都有指标 那目前我所看到的 是要往第一行加的一个很明显的指标 走这出送来 机场附近还在扩建 那我们现在 输送带一边是从哪里机场航廈出来 那这边是往机场方向的航廈去 从地铁站出来之后 还有四五列车站 都是从这个方向走 都是从这个方向走 我们到 Talami 1 第一行向 吴霜 3 2 3 3 3 2 3 3 5 4 4 一般大会就提早两个小时到 我不知道上海浦东 是不是也是提早两个小时到 不过我们提早将近两个半小时 两个小时半的时间 应该很充裕 就坐着输送带 慢慢的往前 早上好像没什么人 整个航下觉得冷冷清清的 现在是早上九点四十七一半 来到这边觉得 外面雾蒙蒙的 机场冷冷清清的 跟想象中的不一样 我还以为会非常非常的多人 刚刚坐地铁的时候 人是蛮多的 大概从南京东路那边坐过来 大概花了一个多小时 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 继续地往前 刚刚小心力稍微的掉下去 稍微剪了一下 继续往前 这边还有公安派出所 好像全世界的机场都一样 OK前面就好像要过安检 那我必须录影就录到这边 正前方是安检站 进机场的安检站 那我一下就先到这为止 过了进入机场的安检之后 就沿着直标走 那这边会有很多大型立柱的一个标示牌 港澳台是在L 在L的柜台这边办理 那就走到这边来办理 早上要出境的人会比较多 所以说你会发觉这一带的 会有所谓的一些人潮 在办理直击的手续 在等待的过程呢 你也准备好你的手机 要扫一下QR Code 那也要办理什么 办理健康申报 只要进出中国大陆 都必须要扫QR Code 这是一定的程序 记得要事先填好 当你把行李都已经拖运了 直接的程序做完之后 就沿着这个地方进去 准备过安检 当你上了飞机之后 就等待一件事 等待什么一件事呢 就等着你餐盒 准备吃一下点心 那因为从上海 飞到台北 那个路程比较近 他一般花给你餐盒之后 你记得 大概你是有3到5分钟 迅速要把它吃完 因为他马上就会把 这个餐盒的一些残渣 赶快收走 就准备降落了 飞机抵达桃圆机场 下飞机之后 第一件事情干什么 当然就是找厕所 这个是我在厕所前 所拍摄的一个 桃圆机场 一个输送带的情形 沿着这个输送带 在我们往要入境的程序办的地方 首先你会到达一个 就是防疫的 非洲猪瘟的防疫 你只要从疫区的地方回来 就必须走这个通道 这个通道非常的浪费时间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把每个 从疫区回来的人 都当做贼一样 要过行李做检查 之后呢 有疑忆要打开看 卡的一堆人在这边等等 排队要进去 这边也多加派一些人手 往往就是卡在这边 浪费了二三十分钟 就是在这个地方 让人家非常的讨厌 希望农业署的官员 能听到我这一段话 多派一些人手来这个地方 好不好 以上这个是DJ阿州 简易的介绍 从浦东回回台湾 那希望你会喜欢的影片 如果你喜欢的影片 麻烦你就按个赞 同时开启小铃铛以及订阅 我们后会有期